正天乍响的鞭炮声 现场气氛好不热闹 立委蔡景龙在地方人士的陪同下 大家拉开红布条 宣告大甲区联合服务处正式成立 提供乡亲免费的咨询 那甲安普是台中市的最西北角 那也是建设方面也比较跟不上 所以我想我们要特别关心我们甲安普这一块 未来能够大台中都按照各区的文化产业特色来发展 让我们能够均能发展落实 我们台中市政能够更好 面对下届台中市长选举 国民党内还没有人表态参选 但是最近立委蔡景龙却是动作频频 这次以股仓起义为号召 6月底先是在屯区设立联合服务处 扩大服务范围 赌金更将触角从台中市扩及到海线地区 地方政坛人士认为 应该是为明年的市长选举先行暖身 我们知道它真是不可能要来为大家 还做比较大的服务 比较有理想法的服务 相信大家 让我打开天窗数量化 中国人所说的 别说大家心里都知道 我相信 如果是成为这种人材 今天来为大中市来做事比较浮豪 比较量力 和服务的试图 都是赌金融一定做得到 我想两届市议员 三届立委 我有很多服务的心得 未来在这一块我想可以提供我们地方 有需要的更多的帮忙 也究竟能够服务各位 这是我争取服务的决心 立委蔡金融表示 在海线地区成立联合服务处 不仅可以及时服务在地 解决乡亲的问题 也希望透过中央与地方的合作 让地方能充分的获得协助 未来蔡金融也计划 大台中地区设立近300个服务据点 率先布局 希望能在选举中赢在起保点上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